政治評論員李正浩五號上午 在社群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太魯閣出軌事故的背後原因 關鍵其實在於東興營造 並暗指前任縣長傅坤奇 以及現任縣長徐振偉 與負責人黃平和的交情匪淺 引來華聯縣政府在六號上午 委任律師正式對李正浩提告 今天華聯縣政府對於李正浩先生 提告加重毀謀稅 主要的法律依據是說 他利用記者會或媒體 發表不實的言論 影響到華聯縣政府 以及縣長徐振偉個人的聲譽 因為他暗示說 徐振偉是東興營造 負責人黃平和的後台 所以說很多華聯縣政府的案子 都由東興營造來承攬 這個不是事實 對於華聯縣政府的提告 李正浩回應 這一切都是心虛而起 同時也希望能藉此翻轉 營造業層層包庇的文化 我認為是政治人物對於心虛的極致表現 簡單講 我其實並沒有說他們互相思想 受受什麼東西 我只是說你跟黃平和關係很好 你緊張什麼 我的下一步其實分兩步 因為在政治上 我陸陸續續還是手上有些資料 我會持續去追蹤這個案件 原因很簡單 其實會發生這種公共安全事物的話 其實坦白說你抓了一個李一翔 還有千千萬萬個李一翔 內部的核心是大包包中包 中包包小包的營造業的文化的問題 你不把這個文化去揭露出來的話 永遠會有下個悲劇發生 目前相關案件已交由華聯地院受理 接著下來就交由司法來判定 只是政治評論在網路上持續發酵 華聯縣府又該如何收拾 而是新聞日子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